從2018年 縣市長的選舉裡面 我要提醒喔 在台北市選輸的不是民進黨而已喔 國民黨也選輸喔 提醒國民黨 我們是不是也要邀請 丁守中委員也要來參加公聽會 那更者 還有一位 可能到年底 都沒有辦法出來參與公聽會 當年的受力者 正是柯文哲市長 柯文哲主席啊 我們要讓當時 有經歷公投跟大選綁在一起 的當事人來發表一下他們的意見吧 第二個 人民已經在2021年 公投票第19案 不同意公投綁大選 大家支持市跟人的選舉來可以分開 所以在這邊還是主張 我們多開幾場公聽會 來支持我們這個修法 議員 國家